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 佩妮教數學 那麼這一集呢 再來大家練習一下我們之前教的這個全等的證明 那全等的證明需要這個 去學習練習著思考 練習著去推論 那當然有的時候會有一些題目你 需要看過比較容易知道如何下手 但是呢 包括 就是你看我們像之前會做過很多輔助線 比如說像我們在學這個飛鏢型的時候 有一種輔助線是從這裡切過來 有一種輔助線是從 怎麼樣 從這裡補起來 好 有沒有 那好像我們剛才在 之前教過這個 等樣三角形 底邊的某一點到兩頰邊的高 然後我們做一條輔助線怎麼樣 要證明它 題目是要我們證明它跟這個一樣嘛 我們做一條輔助線是把這個三角形切成兩塊 來去討論它的面積 像這樣子的這個輔助線的使用方式 那當然你如果沒看過都沒有看過 你可能不容易想到要做這一條輔助線 所以就是當然不是說全部都靠想的 它還是有一點點需要稍微有過這個經驗 那麼在這一題要證明 要問你這個作業裡 問EICJ它的面積 那其實呢 如果你沒看過的話就比較不容易想到 我們把1做這個垂直線 對這邊做垂足 對另外一側也做垂足 這樣可以嗎 那其實呢 因為他說這個1是終點 所以如果這樣做垂足的話 或者你可以說乾脆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因為1是這個正方形的終點 所以其實 這兩個垂足這樣圍起來 這裡是一個正方形 然後這個正方形的面積 它就是整個ABCD面積的四分之一嘛 可以嗎 就是紅色的這個正方形 那他今天問的是歪掉的這一個 那其實呢 我們在這裡要證明一件事情 證明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證明的就是 從紅色歪開來 這裡掃了上面這一塊 然後下面是 多了橘色這一塊 那我們要證明這兩塊是一樣的 面積是一樣的 事實上我們是要證這兩塊三角形 綠色的三角形跟橘色的三角形 是全等的 你如果證出了全等 那當然你就可以說它是 這個面積一樣 所以原本是四分之一正方形的 你減掉綠的補上橘的 就還會是同樣的面積 所以這題的答案 他說這個 這個面積是邊長三 他說這個 這個正方形的原本的邊長是三 所以它面積是九 那所以 這一題的答案 EICJ是四分之九 可以嗎 那我們要去證明這件事情 那為了等一下的討論方便 我把這個點移到旁邊 因為疊在一起 我們可以寫這樣子 這個 做EX垂直BC於X 也就是說 產生一條EX直線 這條直線是會垂直BC的 也就是這一條 那它這個垂在X這點上 然後做EY垂直CD 垂直交於這個Y點這樣子 那這樣產生這兩點 那其實我們接下來要證明就是三角形 在三角形EXI和三角形EYJ中 我們要證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那為什麼會全等呢 首先 因為你 因為你這個是終點 所以呢 我們可以先推論 這裡多補一句 上面這裡都補一句 這個是 折 折 EXYI為正方形 因為它是終點嘛 那做這裡的垂線 這裡的垂線 這裡是矩形 沒有問題吧 那這裡是矩形 因為它是終點 所以這樣子剛好是一半長 這裡是一半長 所以 它就變正方形了 在EXI 三角形EXI 三角形YI 這一中呢 上面這個綠色尖尖的角 跟這個 我把它證明為角E 綠色尖尖的角叫做角XEI 加角E 會等於90度 也就等於 下面橘色這個尖角叫做 YEJ 加角E 所以角 YEJ 就會等於角XEI 對嗎 然後 然後 又 又這個 我們知道EX會等於EY EX等於EY 因為它是正方形 至於它為什麼會是正方形 因為 這個 太容易證明了 就是說這個 我是終點嘛 所以拉過來這裡一半長 這裡一半長 之類的 太容易證明了 我就不寫了 那 相信老師可以接受 我們可以直接 很快的推斷出它是嗎 那這裡 因為EX會等於EY 然後因為角 EY 而且 角EYJ 等於角 EXI 等於90度 等於90度 90度 先寫 所以 三角形EXI 會全等於三角形EYJ 那這樣是什麼呢 這樣是 ASA 就是尖角 這個 一半長 一半邊長的這個 然後再來是直角 ASA 於是呢 三角形EXI 面積上就會等於三角形EYJ 也就是說 四邊形 這個 EICJ呢 它的面積就會等於 正方形扣掉綠色加 橘色就等於正方形 等於1.5 我就直接寫 邊長1.5的平方是1.5 2.25 這樣可以嗎 再來 再來 上次的作業 這個 這是 利用我們前面證明過 就是說 這裡直角三角形 這個正方形 這個正方形的話 這裡有兩個 有一組全等的三角形 是 咖啡色的 我就不再證明一次了 咖啡色的ACE ACEF 和粉紅色的ABE 也就是說 CE會等於 CF 可以嗎 那麼它要求CE嘛 CE就等於 CF 那CF呢 他說 BC是2 然後 AF是6 AF是6的話 那其實 這個 GF也是6 9 那所以這裡其實是8 6 80 就是10 可以嗎 那麼來看這一題 這個 正方形 ABCD 正方形 BEFG 如下 要證明CE 會等於AG 那這個其實跟 我們前面示範的那一題 類型很像 大家自己試著證明看看 自己試著證明看看 好所以我們再來證明一下 它要證明 C E等於AG ABCD 那就像我們上一集介紹的 我們之前示範的一樣 老師在講解的時候呢 一切都從這個 我不知道要如何做 開始 那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 把所有可能有用的都標一標 我有藍色正方形 我有橘色正方形 我有橘色正方形 好 那 最後需要 它要我去證明 ACE 等於AG 就粉紅色這兩條 好 那 所以呢 我的這兩個生鳥形 可能會有粉紅色這兩條 要不然我證出來 要離答案就有點太遠了 那我的這兩個生鳥形 可能會用到 它給的提示 所以它可能會有藍色的邊 也可能會有橘色的邊 應該不能看出來吧 所以其實我要證的正方形 一個就是這個 A B G 一個就是 B C E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麼於是在三角形ABG 與三角形B C E中 這個AB等於BC 然後BG等於BE 然後呢 還有這一個 角ABG和角CBE是90度 所以他們是SAS全等 那我要再提一次喔 你在提全等條件的時候 不可以把A G等於CE放進去 因為那個是你還沒證的 它不是條件 我們剛才考慮的時候是想說 因為我證的全等裡面應該會有這個 要不然我到時候就 要再推導到這個東西就有點遠 有點麻煩 不太 不一定啦 那也是有可能 但是就是說我們先假設不是這樣 我們先假設它是在裡面的 但是並不代表它是全等條件 所以全等條件你 兩邊找到你還要再找一個條件 那就是找一個角 90度 那證明他們兩個全等之後 所以ACE會等於 CE會等於AG 這樣就證好了 然後 也是之前的作業 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他說 正方形ACDE和正方形ABGF都是正方形 然後這裡這條是連一條線的 然後這個AF是6 AF是6 那麼請問你這兩個正方形的面積差 面積差 那其實它給AF是6的時候就是給這個 這個是6 對不對 那題目給錯 那這裡要改 要改的好多 我給AC 我來這一題再看一次 來上次的作業 這個ACDE這個正方形和ABGF這個正方形 這兩個正方形它在這個直角三角形的 用這一邊來產生的 它用這邊產生的 然後這裡連成一條直線 那它要問這兩個正方形的面積差 那其實呢 它跟你說BC是6 那其實大正方形的面積 ACDE的面積 它其實就是AC平方 對不對 然後這個ABGF的面積其實就是AB平方 所以呢 因為它是直角三角形 那為什麼我知道它是直角三角形呢 因為它們都是正方形嘛 所以這裡直角 然後這裡是一條直線 所以這裡也是直角 那這個直角三角形裡面AC平方減掉 AB平方其實就是BC平方 好 那因為它跟你說BC是6 36 可以嗎 周長18 三邊乘等差公差為整數 那麼其長邊簡短邊的值總共有 幾種 最長邊減掉最短邊的值 那其實這並不難啦 為什麼呢 因為三邊乘等差 等差合起來卻是18 代表其實它最中間是6 對不對 那最中間是6的情況下呢 會有幾種呢 公差是整數嘛 那其實666也可以喔 就是公差是0也是整數嘛 對不對 666 那你一邊加1一邊就減1啊 所以是 這個75 85 84 6 39呢 欸 就不行了 為什麼 因為這樣就接不起來了 OK 那更不用說 就是假如說6 20就也接不起來 所以其 長邊簡短邊的值有 三種 可以嗎 可以嗎 等腰三角形的一邊是5 另外一邊是7 它的周長 那這種題目在這個單元很愛考 稍微提一下 因為一邊是5 一邊是7 沒有跟你說哪一邊是腰嘛 所以其實它的周長有兩種 一個是775 一個是557 所以它的答案要回答的是這個 19或17 可以嗎 三個線段長 更號1加更號2和更 更號1更號2更號3 可不可以圍成三角形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 這個更號3最大嘛 那我們說三角形三邊的話是 小的兩邊合要大於最大邊 總而言之這麼說 對不對 還記得嗎 所以更號1加更號2 有大於更號3 因為更號3不到2啊 這個1點多嘛 這兩個合起來就2點多 差比它大 所以 YES 可以嗎 那麼我們自己上到這裡